10月个资法不是上路了吗 结果呢有人投诉说到银行去开个户 怎么跟他讲说 哎你又要你的这个户照号码 还要身体健康状况这些的资料 开什么户要跟我的身体状况 这什么跟什么的关系呢 立委痛批说银行是不是太敲鬼啊 但是被点名的银行说呢 一般开户根本不会要求 那是开哪一些户要要求身体的健康证明呢 只是到银行开个户 怎么要给的资料一大堆 10月个资法上路 有立委表示银行要的东西实在太夸张 在金管会这边 由于他没有设定一个比较统一的一种 所谓的通知书 就是个资的通知书的一个标准范本 导致了各个银行 他们有很大的这个要求内容的差异 按照立委的说法 民众如果到银行开户 各家银行都会要求必须签署 个人资料告知事项记同意书 里头不仅有一般资料 就连信用资料 个人身体健康状况 甚至护照号码 这些全部通通都要写进去 不过针对这些说法 被点名的台湾银行表示 一般开户是不会要求减据这些资料 就算是开理财户头 也只会要求民众必须填写 财力相关证明资料 至于身体健康状况 过去金管会就有要求勾选 全民健康保险重大伤病证明 并非各自把上路才开始 希望民众不要误会 中天新闻 陈建雄 张志明 台北报道